大家好,我是小安,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普通女孩在家里过的故事 这个女孩每天有一个猫咪陪伴着她,但她们有一个亲人 在学校也不说欢迎,你们知道通常不说欢迎吗? 就是因为她们有爸爸妈妈,但是只有一只猫咪陪在她身边 所以这个猫咪就是她的天生父母 这个猫咪像她的妈妈一样,似乎陪伴在她身边 这一天,这个小女孩走啊走 遇见了一个小帅哥,什么都是红色的,应该不想多关谁去 去你的帅哥身边,你们觉得那个帅哥会说你很漂亮 跟我在一起一句话吗?当然不能啊 因为这个女孩是孤女的,什么都会骂她一顿 所以她伤心地离开了 但这个故事也是个悲伤的结局 她不想去咖啡店,因为那是豪华咖啡店 她只能站在门口,她是一个服务员看到了 所以那个服务员就说,你快来吧 所以这个女孩开心地进了咖啡店 这个服务员说道,以后就在这里生活吧 我好好对待你的 这个女孩真高兴,开心地跳了起来 这个老板又说道,你好小帅吃饭呀 来我这里吃点饭吧,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 我给你们新衣服 这个女孩真是高兴得不得了的呀 老板给她一点点咖啡饭 她非常开心地就吃了起来 老板说,你吃好了吧,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这个女孩说好啊 老板又说道,你快去换衣服吧 这个女孩说,我没衣服,我就穿这个去吧 老板说,那好吧,那我们快点走吧 她们两个开心地走了 在这个女孩的心里,还是有很多人爱着她呢 就算有一个小王爷被奔在她身边 也许有很多人的那个女人就死死地站在她们面前 这个女人说 哎,哎,姐姐,你怎么回家 跟这个臭臭的女人在一起呀 妹妹,这是我们店的新的服务员 你就玩了她吧 那个女,那个女人说道 不,我就不要她,让她滚 嗯,现在,这个女孩也很伤心了 她松开了这个店长的手 跟她说,店长,我也要吃个普通的小学生 不,就不要你们这些好坏人 我就信心了 这个女孩伤心了 在她的眼里什么人都是坏人 只有小猫咪,是好人 她回到家 她跟小猫咪说了一句话 小猫,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喜欢我 这个女孩伤心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喜欢我 我到底做做什么 嗯,嗯,嗯 这时候,这个小猫咪,居然会说话了 她说,就问,就问 只要你关心所有人,爱护她 就算是别人不喜欢你 你也可以喜欢她们呀 这个女孩,觉得挺有道理 就把自己的牛泪擦了起 对呀,我只要帮助所有人 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这样的话所有人都不喜欢我的 小猫再见 现在,这个女孩跑到了那个 店长那里 店长姐姐 我跟您说一句话 你们知道她说了什么吗 好,现在的视频结束了 喜欢看的人点个关注吧 明天有很精彩的优优 都不喝点 好,不来 好,如果对 mistake 我太好了 我记得 好,不来 我太好了